總理杜魯多確診感染新冠病毒 他今個星期將會遙距工作 而面對國會山莊反對強制接種疫苗示威 杜魯多說不會讓步 恩有樂報導 離開了住所的杜魯多 在國家首都範圍某處舉行記者會 他首先交代自己的身體狀況 在之後長大約30分鐘的記者會 集中關注國會山莊的反對強制接種疫苗 及其他防疫措施示威 杜魯多說不會向施以破壞的人退讓 但是有些示威者沒有進行破壞 杜魯多是不是一觸高打完一船人呢 聯邦政府又如何回應和平示威人士的訴求呢 杜魯多說接種疫苗是最好度過疫情的方法 他不會重視那些忽視科學的示威者 他並且強調本國的邊境防疫政策是自行制定 並不涉及美國施壓 杜魯多又說相信現時國會山莊的保安足夠 與其他人是在那裡的密集中 一直往下約